原来这才是讽刺向上的正确打开方式 言语犀利 统计社会现状 大胆诉说人们心声 这种单子真的可以说是夜内的天花板 讽刺中还不忘记搞笑 在创新上别具一格 房价依然一路走高 但彩票市场却不但有中百万大奖的好消息传来 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一位中五百万大奖的朋友 房价你好 你好 请问这五百万你打算怎么花呢 还房贷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慢慢还 用诽谐幽默的方式针跌使臂 这道实话说的 合住屏幕都为他俩捏一把汗 著名军事专家张上将给出了各国军事实力参照表 第一位是美国 想打谁就打谁 第二英国 美国打谁 我打谁 第三法国 谁打谁 谁打我 我打谁 第四日本 谁打我 我让美国打谁 第五韩国 谁打我 我和美国一块演习 第六俄罗斯 谁骂我 我打谁 第七我国 谁打我 我骂谁 国人听相声是长知识的 第一次知道清明节和情人节 意思竟然一样 建议我们的情侣朋友们 一年只过好一个情人节就可以了 这对着 四月五号情人节呢 我觉得 四月五号是清明节 情人节 清明节 差不多 差多了 都得送花吧 都得送吃的吧 人家这俩节 他说的那些话不一样的 你拉倒吧 怎么了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苗佛别的作品没看过 但是这段真的给我笑拉了 难怪都说 相声言拼到最后 拼的是寿命 郭德纲的一手八判 说出了多少人心声 读了财狼 判女鬼 单身的老头 判大娘 演戏 盼着能得奖 说相声 盼着死同行 余健 这到底是骂我呢 还是夸我呢 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我说你是艺术家 你就 好我艺术家 不能这么答应 你要是这么矫情的 你掰是这个 那很多艺术家 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你认倒霉 你就是艺术家 我还认倒霉 你就是艺术家 老郭招骂人 不带脏子的本领 确实厉害 直接一语双关了 我三秦城管 我能收复日本人 真挑精英啊 那错不了 有一天 这咱们要打进东京去 那咱想看什么电影 就看什么电影 您叫店 您的那个呢